梓琳老师你好 你好 梓琳老师我们来聊你的烘焙料理人生 那我们从你这个学习本科开始聊 你是食品加工又念食品营养系 对我从高中就是念食品加工科 那我们当时就是注重在烘焙 还有食品的加工料理这一块 你会选这个科系是跟家庭因素 还是你纯粹就个人兴趣 个人兴趣 我从小就蛮喜欢研究一些吃的东西 小时候很喜欢吃面包 那妈妈就说那你以后结婚去嫁给做面包的好了 那等到我上高中以后我发现 我可以自己学 自己做 自己做 对 我不一定要嫁给做面包的 我就可以自己做面包了 那可是你相关科系其实毕业就可以工作 可是为什么你大学又决定念食品营养系 因为我后来发现 其实饮食这块对大家的影响其实是蛮大的 那高中毕业其实学历还是不够了 对那所以我们当初在选科的时候 我就是往食品营养那个方向去走 学历算不够可是进入这个相关领域是够了 对去做学徒或是做这个甜点食 对但是在营养在这个方面的话 它其实还是会包含到一些医学啊 然后比较有专业的一些知识 你可能在职场上这个部分 可能做烘焙做料理还可以 但是你要进入到营养这一门科系的话 它还是需要专业的训练 毕业之后的职场 毕业之后的职场 我就是往食品加工这一块去走 对那我第一个工作是桂冠 桂冠食品 对那因为其实我本身算是比较严谨一点的个性 好那顺与做嘛 其实是蛮龟毛的 对那所以我当初选的工作就是拼包 这个这条路 管品质的 管品质的 哎桂冠除了火锅料还有什么 嗯很多啊 它还有汤圆啊 还有卡好水饺啊 还有葱油饼啊 是 对 所以这么大的公司进去门槛就很高了 嗯我们当初就是要面试啊 然后他也是要有一定的就是学历基准 对然后要本科系 好那品馆每天就是盯着生产线就对 对我们要寻场 然后盯着生产线啊 要不要试吃啊 要 每天有四次的品评时间要取样 然后做烹煮四次 哦就确定生产流程没有问题 对然后 所以就是品管员四次 对对对对 所以你们跟开发新产品的不一样 呃算研发 开发新产品算研发 是对 所以是另外一个部门 是另外一个部门 桂冠他分的蛮细的 是嗯 哎可是你有食品营养相关的专长 需要跟你们这个坚强或是请你们提供意见吗 需要给研发部门意见吗 不会我们隶属同一个品研部门 但是会有主管到别人去处理 对可是他开发出来你可以给他意见啊 不好吃 会会这倒会 他们开发出来会让我们整个部门试吃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研究出来的跟这个大家喜欢的口味有时候会有落差 所以就要非常严格 因为一上市就是大量生产不能开玩笑对不对 对啊对啊 所以大概都是在呃会抓三季 嗯嗯 比如说现在在研发的可能是明年或后年的春季了 三季后的新产品 对对对对对 所以表示要经过九个月严格的这个流程 对对对对对 诶所以品管到一个程度就是品管主管 对品管主管 但是你有到这边吗 嗯跳槽咯 后来又去哪 后来我去食品原料公司 因为我觉得呃我对食品这一块他真的是蛮有兴趣 所以我觉得同样是食品业界应该是要走呃不一样的类型 所以你想更了解原料就对 对对对对 所以你们的食品添加有哪一些 呃像像一些淀粉类啊 呃像我们现在所有的加工的食材啊 只要是原料的部分我们公司几乎都有 那简单讲就是色素啊 卖面粉啊 卖面粉啊 嘿面粉啊色素啊香料啊 嗯然后呃比较就是专业一点的食品添加物啊 对 所以你们就是B2B 对我们就是出给我们是原料公司出给就是食品厂 他们去加工就对 他们去加工对 哦那你的工作是什么品馆 我是品馆加研发 哦 加实验室 哎那就稍微高阶一点点 对对对对就跳跳槽就会往上 不只保持这个品质还要开发新产品 对就是说我们当时是呃客户比如说 呃呃当时他正流行那个刚开始要流行那个珍珠粉圆嘛 嗯对就要开发 我们就开发珍珠粉圆 嗯对那珍珠粉圆他以前的人就是用淀粉去做那出来一定是硬嘛不能动嘛 不够Q 不够Q对这都有原因嘛 对那我们就要去用一些食品添加物的方式 然后去调整配方 然后让他能够又耐动啊又够Q啊 对其实食品添加物他的功用就是在这一些 他是一种辅助剂了所以就生产这个珍珠粉圆的原料在卖给食品厂去做成那个生的珍珠粉圆 对对对对 卖给商家去煮出来对对对 所以你们就是最上游就对了 对对那当然食品厂他可能淀粉不一定会跟我们叫啊 嗯对他可能还有很多很多的厂商可以去选择嘛 那像面粉他会去找面粉商嘛 对对可是我们要帮他处理的是说 他的东西他他拿了十样的十样的原料 可是他要如何把他做的又好又漂亮 那他中间就需要一些转换剂 嗯一些像说面大家都会做 可是为什么我做出来就吃不Q 嗯对那他除了机器会影响到啊 然后原料会影响到配方会影响到 其实还有食品添加物 所以这个转化剂就有点像这个化学效应就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吃 对没错他他其实食品添加物的概念就是在这里 嗯那其实台湾的食品添加物他都是有一个规范的用量啦 对非常严格非常严格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都会呼吁大家说 哦你在选择食品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要找合格的大厂 对因为合格的大厂他会跟着那个食品的规范去走 对那你反而有一些就是我们会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地方对没有经过检验的我们就会比较担心一点 所以简单讲就有些这个食材的原料人家是这个食用级 有些人就用工业级就类似这样的意思 或者是说我觉得台湾会用到工业级的几率没那么大 嗯但是在使用量的部分超量超量超标或是标示不明 对对对这个还是会有一些隐忧啦 或者过期哈哈哈 过期土改那个保存期限再丢下去反正混出来也不知道 对其实都有所以还是要大厂比较安心 会啦对还是大厂比较安心啦 所以这个工作算不错啊 嗯我在那边对也做了好几年那其实原本是因为添加物他我对他不是那么了解 但是经由这个工作嘿然后跟同事之间还有老板之间的互相切磋 嗯对然后去深入的去应用跟了解这一块 所以到什么阶段决定离开 我大概也是待了几年然后觉得说就是 深圈无望哈哈哈哈 到底对啦其实差不多啦一间公司他你再来就是你可能前几年他的薪资会会跟你这样调 那最后就是跟着公司调嘛嗯那自己又觉得说哎磨了一段时间 那是刚好有一个契机下一个工作是到泰式那个 嗯连锁料理嘛对对那我跳到那边的时候就是当主管了 可是瓦城是做餐厅的对跟你做原物料好像好像没什么关系对不对对那其实瓦城当初他是一个很有先见的公司 你看他是做料理其实我们有一个叫做中央空厨 我们有一个资源统合中心嗯对那当初他要真的就是呃 一个平保的主管 中央空厨的平保主管 对然后呃老板他是一个很有先见的人他不想要用很传统式的餐厅的模式 嗯他想要把呃他的餐厅中式餐厅然后把它标准化是规格化 对所以他他他到现在开了一百多家全部都直营吗全部都直营哦直营才可以全部标准对对所以其实在呃我的职业应该最精彩的是在瓦城是对看到家一家一家开就对对我从进去的时候呃大概有八间我们那时候是八间分店才刚开始我在瓦城是两个阶段我第一次离开的时候是三十四间嗯对然后后来又 隔了两年因为我那时候到台中有一些事情对然后有离开了两年是然后大概两年又回去的时候再继续努力开后来开到大概六十几间店嗯对那你有分到股票嗯上市的时候上柜那时候应该有老板对我们真的是蛮好的嗯对所以你这样子要不要中央试吃啊就跟之前你第一个工作一样每天要吃好 要几次要哦因为我到瓦城的时候我是从一个平保的客长是好那时候店家还不多嗯嗯然后我是担任平保的客长是好然后到后来是一直就是往上到平保部的副理嗯对那其实我负责的就是呃所有的原物料从所谓的从产地到圆桌嗯对的各个各个阶段都要把关都要把关嗯对所以当初 呃我们也花很多时间因为公司在壮大嘛所以我们也花很多时间去走呃那个原产地啊对生产履历生产履历对然后我们去去农场看啊去跟确保你们每个食材都是新鲜都是新鲜的对然后我们去跟他们直接就跟他们谈器做啊 哦对对对对直接包因为你们店面够大量大对对所以这一块的他中间要制定一些标准的流程啊规格啊对就是都在做这里所以这样你也要常出差出差到农地去对对对对大概正在忙的时候大概一个月会跑几趟对然后之后就是固定的去访试这样子嗯对 因为即使他今年很好也不能确保明年很好所以明年还要再看一遍哈哈哈每一季应该说每一季都要去就看土地有没有污染哈哈哈对啊然后嗯这样子有没有职业灾害职业灾害哈哈哈天天吃有吗一直吃然后反正吃bengy哈哈哈其实我们同事有啦哦对然后我自己是蛮客资的啦 对所以你着亮就对了我会着亮然后因为我有运动哦对对对对对所以还好代谢掉那瓦城已经很好了居然还不是职场的终点后来就是结婚啊然后小朋友啊嗯因为其实瓦城呃离我家真的蛮远的我当时是住桃园是可是公司我第二次回回瓦城的时候就是老板他对我的待遇是还不错因为虽然我从桃园嗯然后要每天开车 来回100公里到中和我们的总部在中和是对然后我每天就这样子来回的去去上班对啊后来是因为就生了小baby嘛然后在真的太远了然后先生要创业所以你离开是为了回家带小孩是不是回家带小孩有先生要创业对然后整体评估下来因为那时候已经第二个了对整体评估下来觉得嗯可以休息一阵子看看了嗯 对所以才离开职场那接下来就是先生到底创什么业哦我们是做一些化妆品然后美发产品的完全是不想用自己创就好了对对啊因为他后来就是太忙了然后就觉得再请一个人或者是就是我们一直在衡量啊主要是小小朋友的关系啦对反正你离职又可以带小孩又可以帮他对对对装比他单独请一个人好但是小孩又可以帮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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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 帮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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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 挖角 問東問西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怎麼樣 是不是同業挖角 沒有沒有 老闆知道 他有跟我談 然後我也有讓他了解 他有看到小孩就對了 不得不相信 我有把滿月禮盒給他 後來你先生創業有成功嗎 我們算就穩定下來 這七八年就算還蠻穩定 對啊 現在大部分都做一些電商 靠電商出貨就對了 靠電商出貨 那有研發嗎 找配合的工廠 我們也有做自己的品牌 找代工廠 找代工廠 對 但是自己就要有ID了 對對對 然後你是然後配方 然後他才有辦法幫你做 對對對 然後自己創業平台 所以我們有代理經銷 然後電商的部分有代理經銷 也有自己的品牌 所以你有用在你身上嗎 有啊 我的洗髮精都是 都是我們家的 總不能創業 我自己不敢用 有有有 所以產品是沒問題 產品沒問題 我們也 這樣子做也七八年了 這個產品還在賣 所以表示沒問題 要不然投訴 對數 對啊對啊 好 那終於聊到正夜 這個你的生命 終於走到現在對不對 就是開始進行一些料理烘焙 這個好像跟你媽媽有關係對不對 對 其實我當初 我說我離開瓦城中間有兩年 就是 到台中 到台中嘛 其實那時候是剛好有一個契機 台中那邊 就是有一位老師他在教精力湯這一塊 那那時候也剛好 我離開瓦城那時候是剛好我媽媽過世 對 那也大概十幾年前快二十年了 對 然後 她是因為胃部 頂八來發生的嘛 那我當時就 一直在思考說 因為我媽媽的作息 她是很正常的 那我們就一直在研究說 是不是長期以來的飲食 它也是有影響到這個部分 對 然後那時候剛好 在彰化基督教醫院旁邊 對 然後有跟一個醫生有聊到 對 然後我又有認識一位 就是專門在做精力湯這一塊的 當初大概十幾年前 精力湯它是一個很盛行的 飲食的方式 對 那我就去研究這一塊 所以這兩年剛好就是你這個媽媽離開 你算是療傷 然後順便想要探索 對 然後 對 然後我就在那邊 我就在那邊開了一圈 那個精力湯的生肌飲食的門市 好 那精力湯到底是什麼 是不是一大堆蔬菜水果 打一打精力湯 對 其實統稱是這樣 但是其實在我們的營養概念來講 人的身體它有分生冷跟燥熱嘛 對 那其實我覺得精力湯 它應該是要再更深入一點 去幫就是適合的體質 然後去做調配 做搭配 去做搭配 對 那不管是生病的人 還是健康的人 他其實能吃的東西都不一樣 要限制 要限制 對 那其實在這一塊 就是我自己是蠻有興趣的 然後就去研究 那當初其實在基督教醫院旁邊 髒機旁邊嘛 本來想說做的客人是病人 後來發現說 其實病人他能吃的東西 反而比較有限 然後反而是做了很多醫生護士 然後有健康觀念的 對 然後還有那個 縣政府的 對 反而是做了很多這一類型的客戶 對 你是健康超前部署 對 那他們就會很喜歡我的料理 是因為他們大概會跟我聊一下 他的體質狀況 那我們不是醫生 我們不能開藥 可是我們可以從飲食來做調整 搭配健康 搭配 對 所以你就幫他調精力湯 我就幫他們調精力湯 那前提是不是都不加糖 不一定啊 如果像有些人他對沒有甜味 他完全沒辦法接受 對 那你就可以加一點點蜂蜜啊 對啊 那他的體質也是可以吃糖的 那我們還是可以加 所以精力湯的這個本益跟減肥沒有關係 其實沒有關係 不是為人要減糖 對 不是 不是 其實我當初就是 我當初開店的時候是 有一個口號是 無論你今天吃了什麼 每天一定要來一杯精力湯 補充 對 就是說你今天吃飯吃肉 你通通都可以吃 可是你的蔬菜水果 不一定吃的足夠 理論上一定不夠 對 理論上一定不夠 對啊 可是 當你來喝這杯精力湯 你就可以保足你一天 所有需要的蔬菜水果的成分 而且你比較厲害 因為你有相關背景 所以你可以調一些客製化的精力湯 對 我幾乎都是客製化 所以什麼菜你都知道 對啊 然後客人來大概看一下 一樣嗎 今天喝一樣的嗎 對 我就會幫他們客製化這樣子 對 然後他們一定會感受到 有影響才會一直來 不然我覺得沒用 因為那價錢絕對不會太便宜 對啊 因為有一定的價值 一定的價值 對 我們有客人 他就是 每天他就是固定來 對 每天就是固定來 然後做到 有時候我放假休假 我要幫他準備材料包 讓他回家自己打 對 所以你這樣每天都要採買很多生菜 對 然後也有跟農場配合 說久了就跟農場配合 有標榜有機嗎 還是一定要有機 對 當初就是標榜 就是一定要有機 對 我當時的 就是最基礎啦 因為生食的東西 對 我要去找 所以如果有農藥會更嚴重 因為我們的熱食可能還會破壞對不對 對 才會好一點點 對啦 對 所以在打精力湯的流程上 也會特別的注意 比如說在清洗 然後用的水 生食 可以生食的水 甚至中間我還會做一道打臭氧 把他的一些殘餘的農藥 或者是一些生菌素 通通就是把它再做一道 比較完整的清潔 就臭氧把它打進去 對 臭氧它是一個過程 它打出來是一個泡泡 對 然後是一個過程 對 這樣兩年不錯啊 就是 可是後來又回瓦城 後來就是因為其實我們 我當初那家店 他那一塊地 他就全部就是要敲掉蟲蓋 那再早啊 還不簡單 有 那當初療傷也療夠了啦 因為其實當初在那個契機下 是真的是就是母親過世嗎 對 然後後來就 就想說收掉是要再早 還是要回台北 可是那時候應該會有人想要找你要加盟 因為他覺得你這個東西不錯 對不對 想跟你學技術 有啦 可是我覺得當時在彰化這個概念 還沒那麼強 還有當初的加盟 這種觀念還沒有到像現在那麼的 所以你講的是很早很早 三十年前 沒到三十年啦 大概十幾年前 十幾年前啦 對 其實是 我覺得加盟這個應該是這幾年 就是大概這十年 開始蓬勃發展的啦 對 那當初 我們有幾位他想要來學 那我可以教他們 可是他們會落在一個就是說 應該說營養的專業知識不足 對 他只會打 他只會打 對 不知道為什麼打 怎麼樣搭配 怎麼樣搭配 對 那我會擔心說 如果你打錯的東西 反而害到 對 給客戶吃 給客人吃 他反而對他是沒有幫助的 對 所以最後我就打消這個念頭 對 因為如果說他身體有特定狀況 可能要避掉一些特別的這個 對 蔬菜對不對 對 所以當初我頂多就是在我開店那時候 有時候他們會有說 請我開開課教他們一些營養概念這樣子 對 然後做一些經理他們的材料包 讓他們回去打 可是會教他們這些東西 但是我覺得營養的概念 它不是一天兩天 對 來聽一聽 他就會了 對 所以打一打自己喝就好了 那如果你要營業的話 可能你要搭配個營養師 對 一般來講 所以 好一點 對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聊你的社大開課 你在三英的社區大學 還有一個清料理 對對對 其實我那時候是 因為回來工作了七八年嘛 是 那其實 心裡還是有一個是 自己是做食品的靈魂 餐飲魂 餐飲魂 蠢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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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寂寞 對對對 就是 那家裡的工作其實也蠻穩定的 我可以分配一下我的時間 對 那才 才又重新走出來 對 那其實在家裡真的太久 真的是不行 會有淡淡的憂鬱 社交退化 社交退化是真的 對 所以這是你第一次開啊 0033開過課 但是到社大是第一次 對 所以對我來說是一個蠻大的挑戰 對 因為社大18週要有點系統 不能 對 想到什麼做什麼 那你剛剛講零散可能就單獨開課 那就簡單多 對對對 就是像說以前有人邀約說 可以到農會開個課嗎 體驗課 體驗課 對 半天 半天 對 對對對 這種比較簡單 那就是後來就是 我重新在踏出社交的時候 就是第一個就是去合唱 那第二個就是到社大 嗯 我就想說我就從我最 感覺最熟悉 但是又很久沒碰又陌生 對 的烘焙開始 對 聽起來好像你是關在家裡很久的家庭組合 重新回到社會 對 其實兩年前是這樣 大概一兩年前 一年多前 對 那會覺得 自己會覺得說 應該要再走出來了 對 因為剛聽老半天根本沒有合唱團 結果突然又冒出個去唱合唱團 嗯 所以那也是唱歌也是你之前的興趣 就想說出來吼一吼囉 也就是一個學習 然後想說去跟跟人接觸這樣子 對 然後主要然後又去社大上課 然後我就從烘焙開始 上別人的課 上別人的課 上老師的課 加減負起 又去練新東西 對 那其實我也是在那邊上了 應該說第二學期 第二學期到第三學期 那跟那位烘焙老師就還蠻有的聊的 那我們也就是聊到健康的概念 對 那老師他就鼓勵我說 那你要不要應用你的以前的一些經驗 然後來試著開課看看 把這些傳達給學生 對我來說真的是很大的轉變跟挑戰 然後就接招 接招喔 然後就開始規劃課程 對 所以你其實課程已經全部排出來 排出來啦 對 那我這次就是竹北也有 竹北就是我原本上課的地方 對 然後再來就是三鷹 對三鷹社大是剛好 就娘家在那邊嘛 對 每週回家順便上課 對對對 娘家就順爸爸嘛 那你知道 媽媽跟爸爸是不一樣的 媽媽還在的時候 你回娘家 媽媽一定說你不要走 留著多聊幾下 嗯 對不對 那爸爸的話他就會說 喔不要太常回來啊 然後 沒事別回來 欸 對 男生都比較會替小孩想 對 媽媽有時候會比較 捨不得 糾結 對對對 然後那我就 慢慢的欸 剛好有這個機會 就社大那邊 然後 就想說欸 那我在那邊開課的話 我就可以每個禮拜回來 去晃一下 所以你就是找理由光明震盪的回家 他就沒有辦法說叫你不要來 因為你是我為了上課 對 然後我本來還擔心 我爸爸會 會不高興 結果 上 過年那時候他問我說 欸啊你不是要上課 啊怎麼還沒回來 嘴巴跟心理是不一樣 對其實聽了還蠻窩心的啦 蠻感動的 就覺得嗯我抱對了 對 好但是我們還是簡單把你的這個規劃講一下 好不好 清料理的意思是什麼 是熱量很輕的意思嗎 嗯我說火候很小 哈哈應該是說對身體比較沒有負擔的料理 是 對 那就生菜沙拉 生菜沙拉 欸我們也可以加熱啊 是啊 對啊然後我們也可以應用一些 呃料理的技巧 食材的選擇 嗯對 然後來做一些創意的改變 對 那你講既然對身體比較沒有負擔 是指他就適合下午茶嗎 他不能當正餐 可以喔可以喔也可以啊 對啊像我的菜單裡設計 他就會有一些是點心類啊 然後正餐類啊 嗯 然後到下午茶都有 其實 藉由的概念 輕食好像就是麵包 對 對不對 然後好像三明治 對 然後冷的 就簡單的簡單嘛冷的 對 所以呃在我的菜單裡面 我應用了一些食材的挑選 嗯 譬如說我有做一個 呃香煎魚飛粒 哦 主餐 主餐喔 對不對 對 比如說像鱈魚類 它的脂肪含量它就很高 嗯 還有鮭魚對不對 還有鮭魚 對 鮭魚度好油 很油嘛 可是但是你如果取的是鮭魚的背 哦 或者是比較瘦的地方 哦 對 那就是這樣去選擇 然後像呃 我們也可以選擇鱈魚 嗯 哦 它的營養成分又高 那個肉質又細緻 對 那它是帶有 它的腹部有油 嗯 嘿 然後但是它的背部是瘦的 那你也不能完全都不吃油嘛 對 對 那我們就是用這樣子去選食材去搭配 那呃 以前人家可能 魚怕煎了會爛 可能裹粉用炸的 對 那我就要用一些方式來教他們 怎麼用煎 怎麼煎魚 但是又不會破 不會爛掉 又不會爛掉 那不是不沾鍋嗎 好的不沾鍋 好的不沾鍋 真的 那我們當然也是會應用一些技巧 還是有料理的一個技巧 對對對 那 那我們就是掃糖掃鹽 好 那掃油 那像油的選擇 以前大家習慣用豬油 那我們可能慢慢的改變 用橄欖油 從以前到現在接觸的食材很多 嗯 對 所以在食材的挑選上 可以去做一些變化 對 那在料理的手法上 像我當初我就是強調說 你的青食不一定是麵包類 不一定是生食 嗯 好那不一定 不一定說吃起來就是冷的 像我還有第一道是溫沙拉 喔 現在也很流行喔 對 那他就是 把沙拉變成做 有點溫溫熱的 不是說像 冬天大家都 哇這麼生冷 我不敢吃 對 可是他還是 他還是可以做出一道很美味的料理 所以可以透過部位的選擇 料理方式的一個選擇 然後搭配組合的選擇 讓你的身體負擔變輕 對 並不是分量變少 所以很多人聽 輕料理吃不飽 其實不用 對 他吃完還是 還是可以很飽 那比如說像我們 我還有一道菜 是花椰米 然後的海鮮飯 嗯 因為海鮮米好流行 對啊 那就是像他就是 低卡低熱量嘛 對 他就可以當成主食 可是你的花椰米不會是 教大家從一顆花椰菜切出來 應該是現成的吧 現成的 現成的有啦 那我也會示範怎麼做 不是全部剁碎就好了嗎 對 其實他就是剁碎 然後稍微烘乾 對 因為你再來你在料理的時候 他才不會 爛掉 對 所以不能夠剁碎直接用 不行 不行 其實剁碎直接用下去就是出水了 就變粥啊 也可以啊 這也是創意料理喔 可以收進來 花椰菜粥 對就是類似這樣的方式嘛 然後換把它替代成當主食嘛 嗯對不對 然後 那搭配一些海鮮 然後我們這樣一樣是可以做出一道 它是一個主食的 然後營養又豐盛的一個 一個料理 我聽完你這一系列的設計 你好像感覺就是完全在懷念你的媽媽 哈哈哈哈 對啊 其實我會想要開課的原因還有是因為 我覺得可以把這些簡單的方式 帶入就是每個人的家庭 是 對 你不要做到五星級的大廚做到說 大家看到會怕好難喔 我不會 對然後食材的選擇我會就是盡量的去挑一些季節性的食材 對 那我會想要帶領學員的方式是說 我希望他們能夠在家裡就能夠慢慢的去改變他的飲食 然後不要說想到說健康料理清料理是很難 很複雜 或者是都生冷 我吃不習慣 對 其實是可以從家庭開始的 對 所以我其實在設計這個課程的時候 也是有老師會說 你這樣做 學員如果太簡單會來學嗎 我說我就是要讓他們能夠簡單在家裡做 對 所以是學完回家做 不是非要把你綁在這邊 對 跟著老師做 對 那我當然希望說 其實社大他還有一個很大的特性 他是所謂的共學 對 他最近這幾年一直在推的是成人教育 對 然後共存共學 這樣子 那我會希望說 學員可能幾堂課以後大家也可以互動 互動就是一起去種菜 清料理 然後自己拔菜 是不是 這個也可以就是 他社大他的範圍很廣 他給老師的就是彈性很大 彈性很大 我們也可以安排 對也可以安排 戶外課程啊 像現在的食農教育啊 是 對 那也可以就是有穿茶幾堂這種課 好 那你上課的學生都是婆婆媽媽嗎 還是也有年輕人很注重這個身體健康 其實不一定耶 你看像我們在竹北 那竹北社區大學 他有非常多的學生是下班過來的 然後都很年輕 科技也爆肝 所以要注重身體 對那對他們來說 上課其實也是一種紓壓 對 那有時候他們下課 有些他不一定會回家做 可是他就是想要來 把他的心理放空 三個小時 交朋友 對交朋友 反正三個小時後還是有點東西吃 還有東西可以吃 你會示範嗎 對啊 對那我會示範 然後他們也會操作 是 對 然後其實有蠻多這樣子的學生 上課還順便兼吃晚餐 對 一區兩個 交朋友 對這是我們的 這是我們的優勢 然後上完18週就好幾個班隊 就湊在一起 這個他們都沒有付出檯面 反正早晚會公開 如果長久的話 好謝謝梓玲老師為我們介紹你 一路的這個烘焙料理人生 謝謝 謝謝